你直接插入函数也可以 刮弧 那特别注意 它会告诉你说你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你的value 你的value就是你的值 那我的值是根据这个门号区 逗点 那你会发现 它这边会变成 初体这边没有了 那format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格式 所以记得双引号三个0 再一个双引号 把它后刮弧 这样的话你把它打勾 它就会帮你出现084 那这边的话当然后面 如果你要莫码的话 那再把这一边公式复制一下 再贴上 其实公式有的时候 你就会尽量宁可慢一点 但是不要做错 那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是一个end串接 你少一个最后打勾一定错了 然后把这个G式改成什么 改成H4 所以你把它选起来 那我的习惯让选它 再点它 它就会把这个盖过去了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确保你做的时候非常流畅 如果你做得很流畅 你把它打勾之后的话 再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做出来结果 也会跟刚刚看到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公式其实就会短很多 那也就是说方法 做一件事情 它没有标准答案 它也许你第一次做 会用一些比较笨的方法 或者是比较没有效率的方法 但是你要慢慢的去思考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这件事 也许你第一次做十分钟 第二次可能五分钟 再来也许越来越短 最好是按个按钮 马上就解决 那最好了 可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按部就班来看 所以刚刚有两种方法 那上个礼拜 你又讲了 这边有做了按钮 那这个按钮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把它清除 这边有效率 或者是你这边有清除 那这个做法上面 我们可以从 这个就必须用 如果说你将来 需要用到像按钮 按一下它 它会帮你把这个地方 从这边到这边 把它做清除的话 那特别之后 清除的话 在VBA里面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子 空置串 那记得 空置串 这个里面 记得不要 我之前还遇过的同学 很多次 怎么样呢 在这个里面 又给它按个空白键 结果看起来 好像都没问题 可是最后却发生状况了 因为它判断 里面没有东西 其实这个就表示 它里面有空白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两个是不相等的 不相等的 所以特别注意 那要怎么样把它做清除 那清除的方式 特别注意 我们上个礼拜的VBA 又都学了一个物件名称 那往后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要让那个VBA 帮我达到这个自动化的目的的话 你第一个要先慢慢去认识 什么呢 认识如何去控制E-Sale 那我们一定是先从 E-Sale里面的最小单位开始 最小单位一定是一个储存格 那储存格 它的物件名称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也就是利用它 就可以去控制所有的储存格 要变成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什么样的格式 通通都可以用一个物件名称 应该有印象吗 叫Sales 有没有 Sales OK 这个Sales 刮壶之后的话 当然如果你这边没有刮壶 就放指所有的Sales 指的就是这个储存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所有储存格 就叫Sales 因为它有加S嘛 那一个Sales就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Sales这个物件后面刮壶 你就先告诉它几列 四列 有没有 几蓝呢 蓝的部分呢 因为是E 那你可以有两种表示方法 你可以用输入5 OK 或者是输入什么 输入1 不过1 记得呢 前后一定要有双1号 大小写都可以 不过我建议啦 是用大写 为什么 习惯问题 你用小写也可以 因为 那你 我有同学会问说 到底用数字好呢 还是用 这个名称好 其实啊 我建议啦 用名称 会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一看就知道在哪里了 那因为现在呢 我们是比较前面的栏位 但如果说将来 你如果是比较后面的栏位 比如说什么 XYZ好了 那假如说你这边XYZ 到底它是第几栏 那你就要数 X是多少 你就要数ABCDE到X 那你数完了 你再把它填上去 那 实在是不好表达 所以怎么办呢 你干脆就使用X就好了 会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随机应变啦 看实际上的状况 那问题是我如果今天要清除一个 就塞一个空字串给它 所以后面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空字串 那特别注意啊 这一行的表示方法是把 后面的东西 赋予到前面 在VBA里面哦 它的方向 跟以前我们学的数学刚好相反 以前是1加1等于2 但是在VBA里面哦 特别注意哦 你要颠倒过来哦 应该是2等于1加1哦 所以是这个加完之后 丢给前面 不一样哦 所以有很多同学哦 就容易搞不清楚 老师那个应该是那个 跑到这边 奇怪怎么跑错方向 其实不是跑错方向 是规则不同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习惯之后 慢慢的 你也觉得 其实它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语言 你要学的就是一种规则嘛 学一个语言 不外乎就是 把最重要的关键点